如果你下车在大街上看到有天鹅带着孩子在马路上停留,你是会选择直接按喇叭驱赶对方,还是会远远停下,然后下车来到他们身边,并带着他们离开这片危险的区域呢? 以上描述的情况正出现在画面当中,这里是荷兰的某个乡镇,因为城市气息并不是很多的原因,在这里总是能看到各种动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。 好在当地的居民都十分善良和友好,这才给小动物们一个较为舒适的生存环境,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条车水马龙的马路上,一对天鹅夫妻带着四只刚出生不久的天鹅宝宝闯了进来,让人觉得惊讶的是,就在即将到达对面时,天鹅夫妇却直接停了下来,开始在马路中央逗留。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,毕竟这是在大马路上,且不说天鹅一家此时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危险存在,就算是我们人类宝宝在马路上停留,那同样也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了。 此时的天鹅夫妇表现得有点不知所措,他们估计是对这个环境感到陌生,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这时不远处驶来了一辆汽车,好在司机早早地看到了这一家子,于是慢慢地减速停了下来,而且他就那样静静地停在原地,也没有按喇叭催促这一家离开。 因为他知道,动物对于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,一阵刺耳的声音会让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。 不得不说这里的人们真的都太善良了,一个小小的举动足以证明司机师傅的温柔。 好在这时又有两位女士出现在这里,他们看到这一幕后很快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他们先是向司机师傅示意,然后开始一人拍着手,一人拿着雨伞敲击地面,开始友善且温柔地驱赶天鹅一家,好让他们离开这片危险的区域。 而当天鹅夫妻走过马路之后,竟然同时仰头表达了感激之情。 还没等大家缓过神,一只鸭子突然从远处飞到了马路上。 相比于天鹅一家的不知所措,这个小家伙就显得格外熟练了。 他不仅没有害怕来来往往的车流,也没有害怕人类。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这个家伙竟然主动靠近了围观的人类,还不停地冲着人群喊叫。 这样的举动让所有人感到困惑,一些人觉得可能是鸭子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领地,所以在驱赶它们。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,这只鸭子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,所以是在向我们求助。 就当众人还在争论的时候,一位路人说自己好像之前见过这只鸭子,但他记得这只鸭子身后是有几只幼崽的,可现在却什么都没有。 难道是他的孩子走丢了,所以他在求我们帮助他找找孩子吗? 所有人都瞬间醒悟,大家急忙观察四周,希望能分析出小鸭子失踪的原因。 很快,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了一个排水渠中,这个井盖是网状的,虽然鸭妈妈在上面行走不会掉下去,但小鸭子由于体型矮小,如果走在上面是会直接掉进去的。 果不其然,当众人朝着排水渠走去的时候,隐隐约约听到了小鸭子的叫声。 当他们朝里面看去,竟发现有四只左右的小鸭子掉了进去。 可以看到鸭妈妈在一旁十分的着急,但众人现在没办法打开井盖救孩子们上来,便只能拨打救援电话寻求帮助。 很快,救援人员驾驶警车来到了现场,鸭妈妈仿佛也知道这辆车上的人是来救自己的孩子的。 于是,还没等众人下车,竟然直接走过去,用嘴巴敲着车门。 希望对方赶紧下来帮帮自己。 不得不说,这个鸭妈妈实在太聪明了。 救援人员没有丝毫的拖沓,急忙拿上了工具来到排水渠旁边展开救援。 可以想象寻求人类帮助的鸭妈妈内心是多么煎熬啊。 她压制着自己内心对人类的恐惧来寻求人类的帮助,真的太不容易了。 也许这就是于本柔弱,为母则刚的含义了吧。 为了保护孩子,她根本顾不了太多,所以才有了向人类祈求帮助的一幕。 好在最后,经过不懈的努力,小鸭子们被全部救了上来。 一共有五只鸭宝宝都非常健康。 鸭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,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群,竟然点了点头表示感谢。 真的是万物有灵。 突然一声急促尖锐的刹车声,把揪心的视线又带到了另外一条马路上。 一辆汽车旁边正有两位女士焦急地查看着什么,她们时不时地看向车顶好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一样。 如果真是这样,那么相信两位女士会十分难过和自责。 但是在她们不知所措的时候,竟然有一只毛肉绒的小家伙从车底跑了出来。 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,因为小家伙的生命并没有因为自己而葬送掉,但还没等她从害怕中缓过劲来。 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她失声尖叫了。 只见小家伙可能是受到了惊吓,从车底跑出来的她竟然在马路上不断移动。 竟然直接钻到了一辆正在行驶的黑色轿车底下。 这一幕无疑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。 毕竟小家伙体型太小了,司机是很难在马路上发现她的。 更别说小家伙这次是从侧面钻到黑色轿车底下,如果发生什么意外,那么小家伙的生命也就结束了。 黑色轿车的车主很明显也被女士的尖叫声吓到了。 好在对方及时做出了解释,车主听到后没有任何抱怨,甚至在听到可能是一只活泼的小鸭子后,表示自己不会轻易下车因为担心踩到对方。 所有人不敢怠慢开始围着轿车驱赶下面的小鸭子,但小家伙实在太害怕了。 此时的她认为只有车底下才是安全的,不管大家怎么努力,小家伙就是不愿意出来。 马路上等候的汽车越来越多,救助的延长势必会加剧交通的拥堵,情况也迫在眉睫。 三位热心救助者也在低头查看,一位男子拿着一个纸箱走了过来,他希望在小鸭子跑出来的时候迅速将其抓住,否则一旦再钻到行驶的车下就很危险了。 此时黑色轿车的后备箱突然打开了,司机也从后备箱拿出了一个高尔夫球杆前来帮忙。 长时间的拥堵导致交警也过来查看情况,但她了解到事情的原因后,竟没有出手阻止这一行为,因为她知道这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,我们需要尊重每一条生命。 面对这样的场景,所有人都被感动了,并开始了焦急的等待结果,即使后面的车早就排起了长队,但却没有一个人按喇叭。 就在这个时候,大家决定,因为小鸭子一直待在汽车下面的正中间不愿意出来,所以只要司机加速往前走去,就会让小家伙直接暴露出来。 大家说干就干,准备好一切后,司机一脚油门开了出去,小鸭子也被暴露在了视野当中。 女士急忙用纸箱扣住了小鸭子,这只走丢的小鸭子终于被热心肠的女士救下了。 她再也不用担心被汽车碾压了。 女人抱着她走向了马路对面,一切都那么小心翼翼。 围观者见到这一幕,也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 如果找不到鸭妈妈,这位善良的女士将会做起小鸭子的母亲。 世间万物皆有悲喜,对于帮助小动物的这群善良的人们,我们应该竖起大拇指,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们。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